震耳欲聋的掌声在此时犹如雷鸣般的响起来 无数的学员神色激动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向来严肃不苟言笑的院长 竟然会说出如此激励人心的话来 人海当中沈苍生和李玄通也是微微的一笑 然后前者在那漫天的掌声当中缓步走出来 无数目光立即聚焦而去 院长沈苍生看向蔡苍院长 我们当然没有那么轻易认输 不过同样的 我也想请院长能够相信我们一下 我们喜欢北苍陵院 所以也愿意为他一战 只是我们也需要帮助 比如呢 太苍院长压抑地说着 比如再度开启北苍门 沈苍生背脊挺直 本就挺拔的身躯 在此时变得愈发愈直 就犹如一柄长枪刺破天穷 开启北苍门 当沈苍生这句话在天空中飘荡开的时候 仿佛空气都为之凝固了一顺 太苍院长以及诸位长老 脸色都是微微的一变 眼神有些晦暗不明 显然他们都没料到 沈苍生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 北苍门 算是北苍灵院最后一个磨炼之地 只不过那种死亡的概率却是因为太高 最终北苍灵院经过权衡以后选择将其关闭 而也正是因为缺少这个最为重要的磨炼 北苍灵院这些年的成绩呈现下滑 五大院之一的称号也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说其他的灵院采取特殊方式 抢夺那些顶尖天才是外因的话 那么北苍门的关帝便是北苍灵院的内因了 很多实力强大的灵院 其实都是拥有着最后的修炼之地 那相当的重要 因为这能够让一些顶尖学员的实力再度突飞猛进 只不过与其他四大院比起来 北苍灵院存在的时间毕竟最短 所以某些底蕴还是有所不及的 牧尘也是因为突然间凝固的气氛一正 他才来到北苍灵院一年的时间 对于那所谓的北苍门是不清楚的 但是从太苍院长的眼神来看 也是隐约的能够感觉到那北苍门的特殊之处 北苍门太危险了 太苍院长沉默半上缓缓的说着 院长请问一句 沈苍生淡淡的一笑 他直视着太苍院长声音低沉 一字一顿的说 强者之路可有坦途 天地间一片安静 唯有沈苍生那低沉的声音缓缓的回荡 让无数学员眼露一彩的望着那道挺拔如枪的身影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尊崇之色 这就是沈苍生 他们天榜的霸主 即便现在的他或许被牧尘逐渐的超越 但是在很多学员的心中 他依然是拥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 牧尘也是轻轻地吐出一团白气 对着沈苍生竖起了大拇指 太苍院长微微沉默 最终无奈的一笑 竟然被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笑语了 一旁的竹天长老他们也是笑笑 北苍门以往并不完善 关闭以后 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修补缺陷 这些年也算是有了一些成果 不过呀 依旧极其的危险啊 太苍院长看向沈苍生 然后笑着摆了摆手 哈哈 不过呀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我如果再找借口 怕是会被说成咎由自取 也罢 那北苍门也就再度开启吧 不过也是有着限制 那就是啊 只有天榜前十的学员 才有资格进入 并且是完全自愿的 沈苍生文言 脸庞上也是流露出一抹 如释重负的笑容 转起他大笑着 哈哈 那我就申请进入北苍门 也算我一个吧 哈哈 李玄通淡淡的一笑 那不远处 贺妖望着气度不凡的沈苍生和李玄通 然后再度把视线投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苏轩 他眼中略过一抹暗色 一咬牙就站出来 还有我 贺妖的声音显然让更多人都是一惊 就连苏轩也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呢 美目依旧淡淡 没有太多的波动 当初在狩猎场中 贺妖的行指 显然是激起了他的反感 虽然他一直对贺妖并不太喜欢 但至少能够以普通的朋友来交流 但那次的事情以后 却是再没有和贺妖有过任何的接触 形同陌路 贺妖的视线一直在看着苏轩 在见到他的淡淡的眼色 脸庞愈发的黯然 当初的事情 他的确是一时被冲昏头脑 只是想要把牧尘打败 一雪前耻 当然 他可从没想过 要真正的伤害苏轩 毕竟那是他喜欢的女孩子 院长先前说的 真是太感人了 所以我想 也让我来为北苍陵院 竭尽全力的站上一次 但是 如果不进入北苍门的话 恐怕我们会被其他顶尖学院的天才 超越过去的 贺妖有些苦涩的笑了笑 他其实也有着相当英俊的五官 只不过有些偏向阴冷的感觉 但在北苍陵院当中 也有不少小女生为其着迷 老大 好样的 好样的老大 那些妖门成员 有些惊奇的望着此时的贺妖 显然 这与他平常的音译 有些不同 这让那些妖门成员 有些激动 贺妖这种选择 让他们也是感到脸上有光的 这家伙还真是难得热血一次 苏灵儿也是有些惊讶 靠近苏轩轻声说着 苏轩扫了贺妖一眼 而看到他看来 贺妖的身体悄悄的挺直了一些 这一次 他倒是见到苏轩眼中并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冷然 稍微的有了一点正常的打量 这让他的心里悄然的激动了一点 整个北苍灵院的气氛 仿佛都被沈苍生 李玄通 贺妖三人给调动起来 不少学员都是摩拳擦掌 恨不得能够击身前十 真正的为北苍灵院奋战一场 徐荒感受着那种气氛 他也是一笑 体内的血液似乎有点沸腾 身为北苍灵院的义员 似乎并不应该退缩的 于是啊 在他身旁徐清清 那充满着仰慕与自豪的目光注视当中 也是一步踏了出来 另外一侧 赵青山和慕风扬对视一眼 都是无奈的笑笑 这个时候退缩恐怕真是会被看不起 他们的骄傲 可不比其他人弱 所以在徐荒踏出的同时 他们也走出来 再接着那无数学员便激动的看到 那天榜千石除了牧尘洛黎 以及苏宣以外 竟然全部都站了出来 那一幕让众人热血沸腾 不管平常这学院内的派系如何争斗 但是这种关键的时候 这种团结让他们真正的感觉到了一种 骄傲 太堂院长与众多长老看着这一幕 也是一愣 全体相视苦笑起来 只是那苦笑的同时又感到欣慰 当学员真正能够为了一座灵院的辉煌而战的时候 谁又敢说这不是他们灵院的成功呢 太堂院长挥挥手 压下漫天的沸腾 温和的笑着 三天之后 我们会带着牧尘前往圣灵山 而这次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北苍灵院便会再度开启北苍门 无数学员欢呼出声 这一次为了维护住他们北苍灵院五大院之一的称号 可是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了 牧尘望着沸腾的灵院也是微微的一叫 五指缓缓紧握 既然大家都这么努力 那他也不能落后啊 至少在那圣灵山圣室当中 他可要为北苍灵院争一份颜面 漆黑的黑色巨殿当中 气氛阴冷而压抑 在巨殿的首位 黑龙至尊突然睁开双眼 眼中有着阴冷之光浮现出来 他抬起头望向巨殿阴暗的角落 淡淡的说 确定了消息 北苍灵院此次将会参加圣灵山 而那参加者正是那个获得了大须弥磨柱的 牧尘 北苍灵院还真是有胆子 这种圣会 他们北苍灵院那些乳秀未干的小子们 竟然也敢来参加 银暗当中 有着阴寒的光芒浮现 一道人影若隐若现 阴异的笑声在大殿当中回荡着 来了也好 不然我们的计划如何实行呢 这些年 我们可是隐忍了太久啊 黑龙至尊笑着 都准备妥当了吧 北苍灵院那个老杂猫鸟 是个大麻烦呢 有着阴沉的声音 从另外的角落传出来 放心吧 那老杂猫鸟 自然会有人对付它 黑龙至尊 点点点头 眼神 阴狠至极 他缓缓的说 这一次我们要让北苍灵院知道 在北苍大陆最强大的 始终会是我们龙魔宫 还有大须弥魔柱必须收回来 那是我们龙魔宫的至宝 既然那小子赶来参加圣灵山 那就再好不过了 话音一落 他袖跑一挥 只见那大殿当中 空间就剧烈扭曲起来 然后形成了一条空间通道 在那里尖锐刺耳嚎叫声 不断的传出 仿佛是万魔咆哮 紧接着一道单薄的黑影 就缓缓的从那漆黑通道当中 踏了出来 那道身影 身着普通的麻布衣衫 他的面目相当普通 一对眼眸似乎呈现灰黑色彩 其中犹如一潭死水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在他的身后 背着一柄黑色长枪 长枪上头 仿佛缠绕着一道道尖笑的黑影 发出刺耳的鬼哭狼嚎 他在这里 没有任何动静 犹如一块冰冷的磐石 星天哪 三日之后 准备参加圣灵山 你此次的任务 是斩杀北苍灵院的牧尘 把落在他手中的大须弥磨住 夺回来 黑龙至尊望着那道仿佛 没有多少生机的磐石身影 缓缓地说着 那道冰冷的人影 微微抬起没有生气的双目 轻轻点头 转身而去 自始至终未曾说过一句话 但是那种诡异 却是令人心寒的 北苍灵院的热腾 足足持续了三天时间 才逐渐的平缓 不过经此之后 谁都能够感觉到 院内的气氛有些变化 如果说以往诸多派系 还会内斗一番 但是伴随着半年后的 灵院大赛的临近 那种内斗 却是在悄然间减弱下来 特别是当太苍院长 把如今北苍灵院的形式 说明之后 更是让不少学员心潮澎湃 既然如今身为北苍灵院的一员 他们自然也要为北苍灵院的辉煌 而努力战斗 所以啊 所有人都是在卯足劲认真的修炼 一些靠近天榜前十的顶尖学员 更是不断的冲刺着天榜前十 试图也能够获得进入北苍门的资格 虽然他们也知道其中所蕴含的危险 但此时此刻却是并没有人退缩 而三天以后 就到了牧尘动身 离开北苍灵院 前去参加北苍大陆上 年轻一辈最为顶尖的盛事的时候了 新生区 小楼阁上 准备妥当的牧尘 转身对着身旁的洛梨 微微的一笑 走吧 虽然这次北苍灵院参加的名额只有一个 不过洛梨却打算跟着牧尘一起过去 而牧尘对此也没反对 毕竟能够和洛梨在一起 他也是求之不得的 洛梨微笑着轻轻点头 然后两个人直接掠出 化为两道流光掠过天际 直奔北苍灵院最中央位置的 一座巍峨巨殿 在那里 太唐院长等诸多长老早已经等待着 牧尘和洛梨自半空落下 他目光扫过太唐院长 然后视线 威正的停在院长身旁 那里 斟酌白裙 细致冷漠的美丽女子 亭亭欲立 正是灵溪 牧尘对于灵溪会出现在这里 显然是有些奇怪的 毕竟在这北苍灵院 灵溪虽然挂着长老的名 但是却极少会参与北苍灵院的事情的 而像是察觉到牧尘的疑惑目光 灵溪则是浅浅一笑 那冷漠的气质在此时消退得干干净净 这倒是让一旁的一些长老有些惊恶 毕竟他们对灵溪那居然千里的性子可是知道得很清楚 整个北苍灵院就没见过他给谁过笑脸 而眼下呢竟然会对牧尘如此温柔的微笑 这简直是让他们有些大跌眼镜 这次我也会随你们前往圣灵山的 灵溪微笑着 哈哈 灵溪长老实力非同凡响 有他跟随应该能够安全许多呀 太苍院长也是一笑 其实对灵溪会主动要求一同前去 他也极为诧异 不过呢 却并没阻拦 毕竟多一个人也能多一些安全 虽说这北苍大陆上应该没什么不开眼的势力 敢打他们北苍灵院的主意 但是小心一些总归是好的 在说话的同时 太苍院长意味深长的看了牧尘一眼 素来不理会院内事情的灵溪突然要随行 怎么看都和牧尘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随行显然也是有保护的意思 灵溪竟然会主动出手来保护牧尘 这在太苍院长的眼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